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他对我的要求 不仅仅是管这个图书馆 他希望我怎么样提高这个学校的人文的水准 给我的具体任务就是你应该一方面自己在学校里做各种讲座 另一方面帮我们把国内外的一流的学者 请到这里来 来做传播 来做讲座 那么这两条呢 我也认为我能做得到 而且也符合我自己的理念 没有哪一个图书馆是对我来讲实前实美的 这个图书馆的硬件很先进 可以说是我在复旦当馆长 梦寐以求的这个条件 这里已经都有了 图书馆不仅是一个长书 找书 看书的地方 而应该是全校一个信息 动态 思想 观念 集中的这样的地方 作为大学图书馆馆长 葛建雄有很多与大学生交流的机会 在信息爆炸 新的知识和技术不断迭代向前的当下 大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应该达到什么程度为佳 这位学者给出自己的看法 比如美国在本科必须学两门课 一门就是历史 一门是艺术 那么这个历史是不是就是具体的历史知识呢 其实就是要让你有正确的历史价的观念 符合他主流价的观念的这样一种历史观念 很多人误解就是历史就是要知道一些知识 知道一个过程 不是的 历史主要是使他有助于他确立正确的历史价的观 所以他的重要性为什么说超过其他学科呢 它实际上是我们精神的一个引领 假的观念 谈及自己的研究领域历史地理学 葛建雄表示 其实很多人对这个学科领域有所误解 也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很多人误解 因为历史地理是你既研究历史又研究地理 不是历史加地理 而是历史时期的地理 所以中华文明怎么产生的呢 离不开当时的地理环境 只有黄河中下游地区 不是说这里的人有什么特异功能 就是因为这块地方 这一带气候温暖 降水充沛 很多庄稼不需要人工灌溉 那么这个条件 所以最后这里成为一个中华民族 这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形成核心 并且它向四方扩展 那这个就是我用历史地理的环境来解释 最符合马克主义的历史维吾伦 那所以我们认识中国跟世界呢 要知道在古代中国的确可以 不需要世界 而世界需要中国 所以我们现在两个阶段都要防止 一种认为中国是完全跟外界没有联系的 这不是这么回事 最早的你看小麦 黄牛绵羊 就是外界传 青铜眼泪吸收也是把病人传过来的 到了以后屋车上传不来更多 佛教你看就是外面来的 并不是绝对封闭的 但另一方面 中国的确是长期没有开放的意愿 没有开放的需求 这也是事实 那么到了今天呢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世界已经不开放不行了 在东西方文化不断交融碰撞的今天 应该如何对待西方文化 又该如何看待中华文化 文明交流互建的重点在哪里 这位试学家表示 其中道理 费小通先生早就讲过 大家并不陌生 文化自信的这个概念 它本身呢 我的理解呢 其实是文明自信 因为我们叫中华文明 它就是我们以往 创造出来的 我们财富跟精神财富的总和 它是个总体 对总体一定要自信 但是文化具体的文化呢 那就不是说因为中华 所有的文化都是一定是优秀的一定是个 文化是经常要变的 文明是趋同的 对吧 所以文化呢 一变也好 发展也多也好 百花千花万花 但是他们归根到底总体型的文明呢 这个是要长期延续发展的 所以我们自信实信这个 这就是费小通先生 生前所依的倡导的 首先各美其美 大家都文化自信 然后呢 美人自美 还要真心诚意的 理解 赞美 欣赏 人家的美 美人自美 那么大家美美一共 大家都本着这样的态度 也非常有文化自信 同时尊重人家的文化自信 叫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那么这个天下大同 当然不是政治上的合业 而是最主要的 也说大家和谐 去包容